今年3月初 新冠肺炎疫情迅速在巴西蔓延 而圣保罗州作为巴西疫情最严重的地区 实行了严格的隔离措施 在圣保罗有一位名叫王金旭的中国留学生 也用自己的方式记录下了他对于巴西疫情的观察 王金旭说 三月份新冠肺炎疫情刚开始蔓延的时候 他对于新冠肺炎疫情的概念 可能还只是不断增加的数字 但是当这些确诊病例逐渐出现在自己身边的时候 他感觉到生活一下就被打乱了节奏 三月份的时候我们学校 就是马楼大学查出了三个病例 一个是人文学院地理专业的学生 还有两位是理工学院的学生 主要的措施就是对地理楼和理工楼进行了消杀 但是还是在正常的上课 而且其他的人群聚集的公共场所 像图书馆 游泳馆和食堂都在正常运行 线下的课程也在继续 所以我在三四月份的时候 其实是非常紧张的 面对这样的情况 王金旭更加意识到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性 开始加强自己的防范 但是看到很多当地民众的反应 他又会隐隐地有些担心 这里是马罗最热闹的市中心区域 然后可以看到这里就是早期日本移民是来到这边 然后后来中国移民来到这边 所以这里变成一个比较淡华的亚洲移民区 然后到周六的时候会有很多人来这里购物 然后享受美食 就是每周六他这里都会有一个仪式 但是由于疫情的关系 很多人现在都不出门了 以前这里都摩肩接种 非常非常多的人 然后这里也是非常著名的一些华人 因为圣保罗它是一个比较国际化的大都市 每天的人流量吞吐量都非常大 所以疫情的蔓延其实非常快 数字每天都增加得非常迅速 就是巴西这边有贴面礼 所以没有人会给戴口罩 而且见面的时候还要拥抱 大部分人其实是没有这个防疫的意识的 在当时 包括我去了学校也是比较矛盾 因为我担心我戴口罩去上课会显得特别的另类 不过还好后来大家也没有很排斥我们 新冠肺炎疫情的迅速蔓延 使得当地的医疗物资十分紧缺 没过多久 王金旭他们在当地的药店 就已经很难买到口罩和消毒用品了 没办法的情况下 他只能是尽量省着点用自己的库存 艰难维持 今天我坐车出来 因为有点事情 就可以看到这个乌鱼车上 它会有些识 这里 就是说他这个车已经经过了医院级别的消毒 都发生 然后在这个下面也是有有放到酒精 还有消毒剂就是可以擦手的这种 可以擦就是放在汽车上可以供这个消费者使用的 用来擦手的消毒酒精 口罩真的不好买因为一个是本身用防护口罩 基本上只有医院在用 巴西他没有就是使用口罩的这个文化 所以普通人买的少 那药店里卖的也就不多 我当时是跑了好几家药店 最后是在一家医疗用品器械店买到的口罩 3月中旬 当地政府宣布国家处于公共紧急状态 并且出台了一系列政策 要求民众居家隔离 除了药店和超市 关闭其他经营性场所 并且还关闭了公园 剧场和图书馆等公共文化设施 当地的大部分学校也都转成了线上课程的形式 这对于王金旭他们来说 资料查阅就成为了一个很大的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我就只能转向从线上数据库查找资料 但是由于我自己居家隔离 所以用的不是学校的IP地址 很多科研使用的网站我也没有办法登录 遇到这个情况后 王金旭和同学们赶紧联系了学校的图书馆管理员 沟通了相关的困难 然后在这期间 我的导师也给了我非常多的支持和鼓励 特别是在我跟他沟通了这个资料的困难以后 他帮助我找到了一些线上资料 来替代纸质文献作为支撑 王金旭说 除了学习方面的困难 他在生活方面也遇到了很多难题 在四月份的时候 他就碰到了一件让他出乎意料的事 也是因为这个居家隔离政策的原因 后来房东他的爸爸妈妈 两个哥哥 还有他男朋友都要来他家里住 然后就在我毫无准备的情况下 没有任何提前通知 他就把我所有东西都认出去 然后要求我当天晚上搬走 就没有给我提供任何找住处的时间 这件事情其实给我的打击非常大 疫情期间遇到这样的情况 对王金旭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无奈之下他只能是连夜和租赁平台沟通 为自己争取到了一天的找房时间 之后他还在社交平台发布了消息 摆脱身边的朋友帮忙转发扩散 一些很久都没有联系的同学 甚至是很多陌生人也都纷纷给王金旭提供租房信息 在大家的帮助下他终于在一天之内找到了合适的房子 有两件事我真的特别感动 一个是当时我在八中经济文化发展协会实习 然后会长夫人看到了我发的找房子的朋友圈 他就立马联系了我帮我找了律师 然后还和我说就是他说的这句话让我觉得特别感动 他说如果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联系他 而且那个时候大晚上我将近一年的行李就是东西特别多 而且那个时候正好是隔离政策刚出来 最严的时候没有搬家公司愿意接这个搬家的单子 最后是他临时请了自己公司的物流 帮我把所有东西一车搬到了新家 也就避免了我和外界的频繁接触 这个事我是觉得非常的感谢 然后另外一个让我觉得特别感动的事情就是 一个在圣保罗教育一家课的姐姐 其实我之前只和他见过两次面 他家里还住着父母还有他的小孩 就是在上有老下有小的情况下他跟我说 如果你实在找不到地方住你可以住到我家 就是这件事让我觉得特别感动 而为了不让自己的家人担心 王金旭是在找到了新房子 并且把一切安排妥当之后才把这件事告诉了他们 经过这件事他也感到格外想念家人 于是就给他们拨通了视频电话 你在国外要注意身体 吃好喝好 休息好 注意雨天 不要玩玩跑 好的好的 我知道了 我现在不出门 我就在家里面天天好好学习 其实我一个人在外面已经生活这么久了 我早就习惯了报喜不报忧 而且我也不太敢让家里人和朋友知道这些事情 他们知道了以后肯定会特别担心 而且我在疫情期间还坚持留在这里读研 完成学业 对于我家里人特别是我妈妈来说是非常大的心理压力 因为她对巴西的情况完全不了解 也从来没有来过这里 所以她特别担心我的生命安全 感谢妈妈的理解 一直支持我做的所有的决定 虽然这件事给王金旭带来了不小的麻烦 不过她也因此学会了更加勇敢的面对困难 而疫情期间她面临的另一大挑战就是购物 一方面很多生活必需品都急需采购 另一方面因为口罩等防疫物资有限 王金旭还要尽量减少出门的频率 后来我就搬到了自己的新家 如果她一个人住的话相对来说就安全一些 那在深宝罗疫情最严重的这几个月里 我基本上大部分时间是通过手机上的APP软件来下单送菜 这样可以送货上门 另外王金旭发现 因为长期不能出门自己的作息也受到了很大影响 所以她的体能在不断地下降 为了克服这个问题 王金旭专门买了乒乓球 一有空就会在家里对着墙打一打 有的时候她还会在起床后到阳台打一套舞琴戏 或者进行行体训练 因为我本科的时候在学校艺术体操队 虽然现在其实长胖了很多 圆了很多 水平也没有那个时候那么好了 但是至少做个拉伸可以让自己身体没有那么僵硬 而且运动了以后人比较累 这样晚上睡觉也会能够睡得着睡得香一点吧 5月份中国驻圣保罗总领馆通过各方渠道 筹集了一批抗疫物资制作成健康包 并且陆续发放给各大高校的中国留学生 这也为包括王金旭在内的很多留学生解决了燃眉之急 那今天咱就来开箱健康包 这个是一次性医用口罩 这个是一次性医用口罩 三 四 五包一次性的酒罩 然后还有两包 这个应该是恩九五口罩 这个有用 这个湿纸巾真的很有用 好东西 还有一个 这个里面的我觉得应该是橡胶手套 点赞 还有一个防护解答手册 挺好的 因为在隔离的时候 我每个人感觉都是 其实都是一个孤岛 那我现在又远在异国他乡 收到的这两个包裹给我的感觉 就好像是在说 有这么一个地方 然后有这么一群人 他们就一直在关注你支持你 就是好像虽然我现在远在拉西 但是身边也有亲人也有家人 虽然新冠肺炎疫情发展迅速 但是他每天的生活仍旧充实而忙碌 因为我的这个班子的学生 他们都已经上完了标准课程 所以我得自己准备教材 除了完成学术研究 他也在用自己的方式 对疫情中的圣保罗进行观察 他又有怎样的收获 我个人是能感觉到 疫情对巴西民众消费模式 和生活习惯的巨大影响的 本期华人故事为您精彩呈现 王金旭巴西疫情下的忙碌流血生活 来自各方的帮助 让王金旭感受到了温暖的力量 除了平时的学习和生活 他也在思考怎么样可以在疫情期间 用自己的力量去帮助到更多的人 通过了解后他发现 因为巴西政府已经明令禁止外国公民 通过海陆空边境入境巴西 而有一些中国留学生已经回到了中国 如果他们想之后再来到巴西继续学业 在证件办理上会遇到很多困难 如果学校不好约的话 你可以直接在顶其他局官网约就好 没关系我等会把链接发给你 很多大三过来交流的学生都回国了 包括一些硕士俄博士生 但是因为当时很多人走得比较聪狂 所以遗留了一些问题需要解决 我现在还在圣保博 所以有的时候就帮他们跑一跑啊问一问 其实最多的还是外国人临时身份证的问题 这个证件是外国人合法居住在巴西继续办理的身份证件 疫情出来以后很多人离开了 就没有办法继续了 可以看到大家需要先在门口排队 然后经过了门口的验证以后 才能从这个小房子里慢慢的进到入口处 然后再在入口处做完预约时间的验证 才能进到里面做任何所有的办理的手续 刚才进去的时候可以看到警局也做了很多防疫的措施 包括我来之前需要去在网上进行预约办理 而且还限制了入内的人数 包括室内的所有的座位也都用封条隔开了 这样的话可以说相当于减少了很多人群的聚集 作为圣保罗大学文学与翻译专业的硕士生 王金旭主要的研究方向是中巴华人移民历史 8月份他研究的课题进行了开题评审 这也让他的生活节奏变得更加紧凑起来 我研究的主要是19世纪末20世纪出于中巴两国政府最早的 互派使者的这段历史 那在这四次访问中 等于说是两个国家初次有官方身份的使者 在对地方国家进行一个实地的考察 那打破了很多相互之间的刻板印象 因为我2015年来巴西做了汉语教师志愿者 后来又回北京语言大学工作 我一直从事的其实都是文化互建的工作 那因此也对这段历史非常感兴趣 所以也做了相关的研究课题 为了更好地完成这个课题研究 王金旭每天会做一些史料的翻译和整理工作 因为其中有一些用到的资料是手稿 他还会学习古文字 以便更好地辨认这些历史资料 同时他也会经常通过邮件的方式 和学校的老师们沟通 其实还有一件事也让我觉得挺受到冲击的 特别是能从侧面让我感觉到 疫情对于社会的创伤 就是因为我在的是人文学院 所以有很多老教授 那我在疫情期间至少收到过 四次学校发布的布告的邮件 其中有一些教授甚至可能不是 因为感染新冠去世的 而是像癌症糖尿病等疾病的常规治疗 在这个新冠疫情当期间也受到了很多冲击 然后其中有一位教授 我也跟他有过一面之缘 当时在一次学术会议的活动之上 他还点评了我的报告 然后听到了这个消息 我也是觉得非常难过 除了学术研究 王金旭平时也会参与很多社会活动 进行社会调研 加深对于当地文化和历史的了解 另外 王金旭从今年9月开始 成为了圣保罗州立大学孔子学院的一名教师 主要工作就是教授当地人中文课程 而在疫情期间 因为没办法开展线下教学 为了不耽误大家的学习 王金旭的课堂也转移到了线上 我现在是在给明天的哈密克备课 因为我的这个班的学生 他们都已经上完了标准课程 所以我得自己准备教材 那我现在准备的是人物简介 因为我有学生 他是想要升中国的硕士和博士 所以要自己写文书 我就选了这么一个类型的文章吧 希望可以在学院上对他们有一些帮助 我们说巴西有牛肉 猪肉 鸡肉 等农产品 对 那中国有很多名字房内 我记得在地铁站有一个房间 有就是一个路线 每天说 牛肉面 牛肉拌面 牛肉干面 拉的不拉的都有 就这样 好吧 随着当地政府发布新的规定 允许符合卫生和防疫条件的公共场所 逐步恢复开放 越来越多的公园和健身房恢复营业 但是因为当地新冠肺炎疫情的形势仍然十分严峻 这些公共场所在开放的同时 也都加强了防疫措施 而在家里已经憋了大半年的王金旭 也决定出去转转 用自己的方式对疫情进行观察记录 我现在是在Ibirapuera 就是我家附近的一个比较大的公园 我以前是特别喜欢来这边散步 然后一直因为疫情的原因 从3月份开始这里就关着了 然后现在就是这个地方又重新开放了 所以现在就还是有挺多人周末的时候过来这里走一走散散步的 但是室内的空间好像现在就并没有在开放的状态了 就是我们只能在室外的这个部分玩 但是不能进室内 我个人是能感觉到疫情对巴西民众消费模式和生活习惯的巨大影响的 消费上说曾经非常难在巴西推广开的像线上购物啊 线上舆论啊 线上金融啊 现在已经慢慢的占据了主流消费 然后旅游业也遭受了非常大的打击 那生活习惯的改变其实也是肉眼可见的 最典型的例子我觉得应该是贴面礼 因为以前大家见面的时候都是要贴面拥抱以示友好的 但是现在这个习惯已经完全看不见了 其实在这次疫情当中华人社区也贡献了很多力量 包括像贫民库捐献口罩 酒精 然后翻译防疫科普类的书籍等等 还有包括我在的协会做的这些防疫的会议沟通 这些事情其实也是向当地圣保罗 像巴西展现中国人对这次疫情的一个贡献和努力 随着很多的公共场所逐步解封 生活物资慢慢恢复供应 王金旭也开始选择每两周的时间去超市大采购一次 补充一些平时需要的日用品和一些网上买不到的食品 我现在是在超市这里 可以感觉出来其实还是挺有过节的气氛的 就是到处都在打折 然后也有很多这样的圣诞的装饰 因为现在11月份了马上快到圣诞节了 然后现在又是就是巴西的这个黑色星期五 然后大部分巴西的传统是在这个时间 来准备圣诞节要用的物品还有礼物什么的 所以就是商场的布置还是很有圣诞节的气氛的 只是感觉没有那么多的人 就可以看出来这个地儿空空如也 那这里是现在是在纸巾区 三月份疫情刚开始的时候 基本上所有的纸巾都是空空如也都被抢光了 现在可以说疫情半年以后 基本上的生产生活销售全都恢复了正常 然后大家的情绪也相对比较镇定了 现在这里就是满满的摆放着可购购买的纸巾了 就是现在糕点区也是非常有这个圣诞节的样子 还有这个也是非常好吃的 我非常喜欢吃这个 也是巴西这边的特产 就是叫做马里亚摩雷 非常好吃的一种甜点 是用椰丝和奶油做的 想拿一个 王金旭说 长时间一个人生活的日子 有时候难免会觉得孤单 由于疫情 王金旭和很多在圣保罗生活的同学 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见面了 这一天 他因为偶然和同学聊起有些想念家乡的美食 于是决定相约一起包馄饨吃 刚刚门卫通知我 浩雅已经过来 好兴奋 因为好久没有和朋友一起聚了 就一直这半年我都是一个人在家里 所以今天他们过来我觉得特别开心 浩雅 哈喽 已经吃好久不见了 嗨 你还带着东西 对我带你几个小李 就是我们现在电脑里面在放着教我们怎么做馄饨 然后这里是这些材料 这个是浩雅带的生菜和玉米 然后还有香菇丸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肉馅 他应该是用肉馅鸡蛋 然后泡了一点紫菜还有一点虾皮 应该就可以了 接下来就是半馅 这个是猪肉粒 然后我们两个人应该吃不了多少吧 然后拌一拌 你知道我为啥想才要叫你来包馄饨吗 为啥 就因为我小学的时候吧 门口那个那个馄饨店 有的时候早上来不及吃饭 就在学校门口的馄饨店吃馄饨 但是他那馅都太少了吃得不过瘾 所以就是最近有点想家 所以就说来包个馄饨然后吃过瘾 吃过瘾 结果露馅了 那我们现在忙了半个小时差不多 半个小时 终于把这个馄饨包完了 哇哦好香啊感觉 真的就是有那个玉米和肉的香味了 哇热气腾腾的 然后这个里面就是还剩一点那个水 我把紫菜放里面快速的操一下 好 最后两个出锅的馄饨 看着好香啊 哇哦 馄饨的灵魂 紫菜 对 哎我觉得你调的这个汤味道真的好好啊 谢谢 鲜甜可口 嗯 我也觉得很好吃 现在王金旭的课题研究完成了前期的资料搜集和整理工作 已经进入最后的综合写作阶段 相信很快就会完成研究任务 王金旭说 这次的疫情给他带来了不一样的留学体验 他因此学会了如何在逆境中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积极面对生活